大家好,今天來這邊提案的是 其實是一個上個月還是去年年底 做了一個在另外一個組織叫DSP做了一個 作為政府標案的一個標案松 然後我們相關的成果我覺得也可以代官給請住 所以我就把它拿過來 那這裡,那我也有聽說其實在GNP好像有人也做過 可是也許細節有點不太一樣 無態的選定,反正來了就知道 那這裡我們想做的是微標探診 那我們的目標主要就是利用一些公司關係來篩選既有的標案 那就可以找到一些可能他看起來很像的標案 那這邊就很感謝就是像高村長剛剛有提到 就是大家做的資料,如果是open source的話 我們就可以拿來用 那我們這邊用的就是Gilbert跟Ronywa他們提供的一些公司相關的一些資料 然後用這個再搭配DSP他們提供的政府標案的資料 我們就兩個資料一起來做就可以做出一些算有趣的東西 那所以這個專案目標 我現在就把這邊開得比較大一點 就是說 也許這個公司關係不是我們事先定義好的公司關係 而是可以根據一個規範 然後告訴我們這個公司關係大概是什麼樣子 那我們就根據這些公司關係跟標案的資料 然後自動來做出就是 哪些標案他是在 是比較像的公司他一起去標的 對,然後 在有這樣的資料基礎以後 就可以來做例子輸入一些公司的組合 就可以,我不要說簡直是微微標 就是說看他們有多像就好了 對,然後再來 對,大概目前的目標大概是這樣 那公司關係的話 我們目前想有利用的 最主要有做的是董監事名單 然後剩下的東西是 還在TotoList裡面 我們還沒有把它做出來 對 那篩選機有標案 這邊就是我們後來就去爬一爬 然後就可以去看 根據這些標案的投標的情況 不要去篩 那我們有找到一個蠻有趣的 就是一個1605萬的標案 然後投標3000公司的董監事長這個樣 對,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微標 對,我今天戴口罩是因為身體不舒服 然後那個 對,所以我們就徵求一些人員 就是 因為我們 其實主力的人都是 可能不是班學生 所以我們 雖然我們都會一點後端 都會一點前端 對,但是我們還是覺得 如果有更專業的人願意來加入的話 我們就很歡迎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也可以自己 圖法鏈商把它幹出來 對,那 這個是簡單我們圖法鏈商套出來的一些東西 那這個就是 就是 目前我做一個社會 就是可以輸那個標案的資料 然後他就會去算說 這些總監事關係 他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也不只是去抓 所以像我們可以 可以抓到中間 如果有一些隔點 好不好 有一點算法可以抓到 好 那 這還剩一分鐘 沒有 謝謝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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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